对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正忙 什么意思啊他 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佟少爷 何必自取其辱呢 我就不信邪了 我必须给他打 算了 多多 我明天啊 就去辞职 辞职 你疯了吗 那有什么 大不了 给你打工呗 那好吧 等我的这个国文店啊 开到第一百家的时候 就来给我做法律顾问 来 再给你倒点 你不觉得感情用事 一直是你的斑鸟石吗 你本该就是一个优秀的历史 经历了这么多 我还是学不会冷漠 让你失望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何睿的杨总打电话过来说 让你一定帮他打完这场官司 而且还说是你主动要求 说你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现在你突然说要离开 我总要给他一个充分的理由吧 对不起 我当时不了解情况 我会去解释清楚的 怎么说清楚 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解释 才能证明你不是出而犯而 程主任 这并不能成为 您把我留下来的理由 还是说 他又说了什么 那你不肯放我走 如果仅仅是出于对他的疑虑 我想你应该去找他问个清楚 再做决定 因为我相信 你的决定 一定会不一样 王府大宗 我们正在地区 您把决定的车和战车 感觉到最后 真正的抱着 都是 IL 又热一、一、一、二、四、四、三、二、三、二、三 我没认识 成立是让人的 这怎么回事 工程昨晚出人去把事了 所以我才去路索家图 怎么不这样呢 工程事故的分伤都已经在进行中来 但是我希望不管调查结果如何 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工人 同时应该负全责 至于同意复工 就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了 那全部调查完要到什么时候啊 你难道不知道工程的成败 关系着我们同事抵押在中市的股票 能不能收回来吗 工程质量问题 关系着成千上百公元的性命 年务怎么当时化下 他昨晚一直在工地吗 是啊 他昨天一直到半夜 一直在工地处理杀了 那些工人 不依不饶好的事在是 毕竟生死有关 谁都会担心 怎么 好 我可以答应你 我不会让同事损失一分一好 我现在就去拿钱堵住所有工人的嘴 可以吗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吗 程主任不可答应我辞职 让我自己来问答案 我原本以为自己真的误会你 还想为昨晚的事情向你道歉 可是现在看来 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是不顾工人安危想用钱 来消灾的佟总 在你心里我就那么多不堪吗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 是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 给我出去 是 因为结拜那个孩子 你以为我欺骗了你 你以为你把所有的信任 都给了我 但是我辜负了你 你恨我骗你 程门俊 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为什么只要你一出现 他的生活就一团了 这也是我想问他的 不过现在看来 没有这个必要 你配不上我儿子 这点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 如果他要花钱消灾 就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过什么 就更不会有今天早上同事门后 出现的那些闹事的人 因为我们同家出得起这个钱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你对他的认识 就和外面那些闹事的陌生人一样紧 你从来就没有看到他内心的善 和他身上肩负的责任 阿姨 我想问你 当清洁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能原谅伯父吗 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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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事件还在教权之中 合正式的提醒大家解释 好吧 谢谢啊 同事被质疑滥用烈纸材料才导致工人死亡 是否确有歧视 对死伤的工人同事将如何删透 好 恭喜 好剧终于开场了 同喜 对不起 杰总 你给我钱没错 但我并没有把我自己卖给你 真你知道吗 说好了我们之间是合作 我出钱你出面了 我拿钱是为了对付土多洋 并不是让你来干涉我 李放心 你怎么做 我绝不干涉 我只要解释 你给我钱你又不干涉 你觉得我幸吗 我傻吗 咱们之间不需要信任 只需要目标一致 我们之间的事 只能够关系 你脏筹签 像我现在来说 我们干什么 那就愿意职举 可以吗 你这样去谈一下 你去谈谈谈归 你去谈谈看 还要去谈谈吧 我时候去谈谈店 还有你去谈谈 你去谈谈谈票 不用了 我说你去谈谈谈谈了 最可谈了 程主任 怎么样 有答案了 我需要知道真相 坐 看来她还是没有告诉你啊 我了解你跟佟家的关系 也知道您最初照顾我 是受人所托 可是我跟她 毕竟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我就不明白 她为什么还要帮你了 您需要因为她这一次的失误 给她一个惩罚 至少是要业内的公开警告 你说什么 水没有退路 才会成为瀑布 我承认 方法是简单粗暴的行 但却很走笑 她说得没错 要不是那份处风声明 把你逼到绝境 你也没有勇气站出来面对 所以那些话 她是故意说的 总不能在事情 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戳穿自己吧 更不能刚点燃引线 就自己破水浇灭 她是想搏一下 只是没想到 你的反应会那么强烈 因为你在意她 你也不在意她 可是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想不清楚的事情 就暂时放一放 时间会给你答案的 抓紧时间准备上庭吧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怎么可以拿人命开玩笑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想干嘛 这些我都可以回答你 可是你要先回答我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为什么突然消失 什么都不想问也不想说 你可以走了 再见 我是你女朋友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 那我现在正式地通知你 咱俩分手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干什么 你还是忘不掉阮文君对不对 对 对 我回来找她的 满意吗这个她 那我呢 那我呢 这一年我跟你在一起 我算什么 之前我告诉过你 我心里有点 你当时怎么没意见呢 你敢说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 没有 好 好 戴静姐 我从前一个人 今后也可以是一个人 但是你呢 休想跟阮文君在一起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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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大不重给我 爸 您别装了 除了你谁 还能让他回去呢 您这次又要对谁动手呢 崇瑶还是同事 怎么做您才能收手呢 简白 等你冷静下来了 我再跟你对话 爸 爸 你放过卓瑶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是我让他回去的 你信 或者是不信 我都不再解释了 至于那个佟卓瑶 我也把话跟你说明白了 只要我活着 他就憋想过太平的日子 爸 您别再计较了 您别再计较了 是我要离开他的 那也是他把你逼走的 你想过没有 自从你离开了童家 他为什么对你不闻不问 我来告诉你 那是他根本不想负这个责任 他不是 是我见他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在业也生不出孩子的 是你 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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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你倒 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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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在这儿呢 来来来 来来 快去洁白 洁白好吧 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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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不想再装疯卖傻了 我不想主要看我像个笑话 我什么都不要了可以吗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太痛苦了 我可以去死吗 可以重活一次吗 洁白 都是我不好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 是我太糊涂了 都是怪我 都怪我 我真的失去它了 我破碎了自己的梦 我失去了我的时间 再也没有孩子了 再也没有孩子了 洁白 你刚才说什么 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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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真的吗 撒 傑白啊 爸爸每天看到你这个样子 就像是同卓瑶在弯我的心 我恨不得杀了她 王总啊 同事能给的 我红叶都能给 同事给不了的 我红叶也能给 王总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王总 王总 季先生来了 好的 王总 王总已经和同事签约 同事承诺的交付时间 提前了一个月 爸 您真的不肯收手吗 爸 我求你了 他也是为了他同用药 我也为了我自己 装疯卖傻的半年 他没有一丝的责备 就连他知道我是装的 他也不肯拆穿我 是我自己受不了了 我才要离开他的 我以为我爱他 我以为我爱他 可是我给他的都是委屈和痛苦 是我对不起他 爸 您就当是为我赎罪了行吗 别再说了 毁了我的女儿 还想全身而退 天下没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事情 没有 我爸话跟你说明白了 就算打赏咱们红业 我也让同情 有所有 有没有 就现在的证据来看 何日的财务已经难死其境了 马上就要开庭了 都准备好了 我争取不让您给我放假 那就好 好 是我这个老东西来陪你清贺 你不会觉得失望吧 当然不会了 我永远都记得 那时候 在医院门口遇到你的那天 这些年 我好像一直都是在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程主任 我想要帮他 这次工程事故 有那么多的麻烦 他一定需要人帮忙 可是他今天早上已经拒绝了我 他说公司不打算让法务介入 一切按调查结果处理 为什么呢 涉及到赔偿问题 还有公司负面的影响 都需要他面对啊 你认识他这么多年了应该清楚 他既然做的决定 一定有他的考虑 我们只能接受 是啊 一直以来 我都是尊重他的选择 在他的保护之下 等他的结果 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呀 你可以帮我管好律所啊 这 你也知道 我快退休了 郑青是我一手建立的 就像我养了二十几年的孩子 我总该给他找个好人家吧 您不是已经找到同事了吗 难道说 这也是他的意思吗 就算他出钱接手了 律所交给谁来管理 还是要经过我同意的 这是他答应我的 陈主任 陈主任 让我帮他吧 至少让我了解所有的情况 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 第一时间给到他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我再出去几天啊 你就搞这么大动静了 什么情况 安静会出复调查 是建筑材料问题的 陈主任啊 陈主任啊 就算你亲口承认 我都不相信你会做出偷工碱料的事情 要是我没有猜错了 应该是他回来了 带俊杰 他没完了是吧 有证据吗 我倒是希望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你是不是疯了 那这个黑锅你就自己背啊 房不盖了 公司不要了 我有想过他会回来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安排好 那你是不是疯了 但是我也不希望他出事 如果他有什么事情 童雨即使建成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就想清楚 他放的可都是案件 你这次放过他 你保证他下次不会这么事吗 我现在的脑容量 已经想不到下一次了 我只希望尽快有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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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就要成为是 或许的事情 甚至是不理解 fantasy 给你看面orpus 不要什么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我也不知道你回国了 学习总要结束的 你呢 听说我走没多久你就辞职了 我傻呗 未来也情奋不顾身 没想到遇到一个渣男 羡慕杀驴了 你还好吧 反正死不了 大不了重新开始 反正一辈子这么长 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你说呢 是啊 难道你想这么开 看来我得向你学习了 学费呢 这顿饭我请 我请 学费我也不收了 要不你继续请我做你的助理 反正我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 陈娇 陈娇 好 反正我现在正确认帮忙呢 来来来 各位 乱做愉快 吃菜 动筷子 好 你现在已经拥有 清合百分之五的股份了 恭喜你 陈总 我就说过看好你 这才一年而已 有冬山在一起了 那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公司了 要认真对待 这是当然 那我先走了 你再待会儿 那好 您忙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走了 好好看 爹地 这就是我的新家 你看 我爱他 是不是很美 这里可以看到上海最美的夜景 是不是好漂亮 你跟洁白就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这房子都找好了 你是药大使酒站的 还是打算不回来了 对不起嘛 爹地 原谅我不辞而别 让你们担心了 可是 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去处理 虽然现在不能跟你们解释清楚 你放心吧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是想知道 你以后怎么做 我打算回郑青去上班 还是做软卖军的助理 我打算回郑青去上班 还是做软卖军的助理 叶街败你是不是傻呀 凭什么软卖军什么都有 你什么都没有呢 没有什么凭什么 我已经不需要那个答案了 可是我需要啊 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改天聊啊 来得够快啊 来得够快啊 什么意思 你要对他干吗 不是分手了吗 我做什么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你威胁我 你威胁我 你逼我的 我说过我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 我也更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会让你跟他在一起 前一段时间 我找您坐在律所的估值 我会增加百分之二十 您拒绝也没有用 可确认一下没什么问题 咱们就选一个良辰吉日吧 我可不会对你说谢谢啊 如果有问题 也是阮男军的问题 我上次刚跟他提了一句 去退休 他就猜到了 我想你还是亲自告诉他吧 他还好吗 刚打了翻身仗 我也放了拳 现在正是增加微信的事了 只要不出差错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了 我等你的消息 好 你帮我送一下 同舟 不用吧 随他去吧 我正好找你有事 过来坐 好 给同事做一份赔偿合同 赔偿合同 对 可是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就出赔偿合同 这不是公开承认工程有问题吗 是他坚持要对工人家属 进行先行赔付的 不签合同怎么能行啊 你不是说要帮他吗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你从来就没有看到他内心的善 和他身上肩负的责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吗 你好吗 什么时候回来了 你还是不想见到我 同事的工程事故 是你吗 一年没想 你真的过得好吗 我希望不是你 老规去 你调腿我请客 跟你好好聊聊 好 好久不见 就邀请你 你自己的 Communication 还在教育裡 最后背景的 你看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因为我曾经在这儿失去了我的所有 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要重新来过 拿回属于我的 今后 还有你 同意的工程是谷 是你吗 你一定要这么想我们 快吃吧 太凉了 我在你的心里就一点位置也没有吗 或者说从来都没有过吗 我吃好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哦 对了 先请吃饭 戴京杰回来了 我刚刚见过他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他这么大声 我都听到了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就因为事故和他有关 所以你才决定不追究了 是不是 所以不是先行赔偿 童卓阳 童卓阳 到底要做什么 我麻烦你转告一下程律师 赔偿合同的事情 让他换一个人来处理 所有和同事有关的事情 都不用你 现在这个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了 你可以走了吗 请回答 请回答